我妈哥打电话说的是想吃他们姜油的凉白鸡 姜油的凉白鸡有啥提点呢就是麻辣蒜 必须给老妈安排好顺便给大家 拿一个视频教大家查查处备 大碎呗 水开以后鸡嘎嘎下锅 老姜花椒大葱下锅 黄酒来源 这时候开大火水开以后转小火煮半个小时 焖起煮鸡肉才香才嫩 关小火 关小火以后开到这个水四开飞开的时候 就开始计时百个小时 时间到了 关火 焖到十分钟就捞起来晾冷准备开 鸡捞起来晾冷 如果早起来现在也可以开 但是开出来不成型 来我们把鸡啃脱脱脱 小火先放在旁边 鸡放到粉泡头 然后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老姜 姜油再吃一下 西海鸡 有些人问我说你事儿的人 一会儿姜油的一会儿三炭的一会儿成毒的 我再给大家说一遍 我们爸是三炭的 我们妈姜油的我生了成毒的 你说我事儿的人 我开中间鸡 姜油一直放多 象头切 还有哈 我们这个 大葱 自己不说吃 喝湿就要得了 不像外头大虫咋的 放开来吃 对了 让它们来调味 第一步我们现在解决于麻的问题 这叫麻辣蒜 花椒面我用的是海外花椒面 然后是辣 辣就用的是红油 先拿一瓢油底子 底下再开一下 底下我这个是加了花椒面的 看不见 再来点油 没有油不得行 姜油浮育 所以要多加点油 再瓢油 然后这个是猪鸡里面 汤炸下去 我以为来点儿白糖可过味 千万不能吃多汤 不能加多了 加多了 你这个就不是姜油两盏西了 味精不是红水猛瘦 加起 酱油 酱油 还有酱油 还有酱油 其实一切都还有豆油 来 一勺 不能加多了 因为等于我们要加醋 所以说盐要稍微做低点 醋结盐 好 来 这个是一酥 麻辣酸 然后把它盖起 最后还是老规矩哈 看到这个八不八岁 要得要不得 吃了才晓得 拔水呗 准备